长辈想亲守御佛 三人扶着一人递花 四个志工来帮忙 养护中心首次举办御佛 就算您已无法言语 孩子还是要下跪谢谢您 在这属于母亲的节日 可以忘记过去的痛苦 但别忘了我是谁 我是什么呢 对 把握每个说爱你的机会 在养护中心办御佛 是这位阿嬷的心愿 他就是有看到我们大爱台的节目 他觉得说他们来祈愿的话 来与佛的话 祝福大家都能身体健康 心无挂爱 就是这个愿力 为了原阿嬷的愿 养护中心主动联络志工 短短两周克服困难 因为疫情期间 虽然是人数有限 但是我们还是很认真在规划 这一场的那个预佛活动 预佛不只让长辈心灵平静 更感受到被爱包围的温暖 大爱新闻珍珊美志工 吴世忠 陈延芬屏栋报导 因件事